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赠送 签名棒球给多位台北市政府同仁 在分享过去一年 市政所碰到温暖决心 与面临大殖民宅掏荒案等危机的故事后 蒋万强调基层同仁与市民 才是市政工作的主角 尤其是大巨蛋 在一年内启用兑现对市民的承诺 让他非常感谢市府团队的努力 蒋万强调任何政策 都有无数市府伙伴在背后的付出 大家齐心努力齐奏 希望让市民感受他们所踏出的每一步 都有人陪伴 这也是就职中年记者会 选择在大巨蛋举办的原因 就像我刚刚讲的三个故事 我们市府团队 就是展现破例 执行力 也展现温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年来 我们各项市政的成果 绝对不是个人的付出而已 而是靠所有团队以及每一位同仁 大家努力的成果 所以看到我们每一项政策 不管是从临时托育的增加 好运专车 到面对危机处理 抢救安置 我们靠各个区长 里长 还有各个局处 锦销同仁 当然 还包括我们对于大巨蛋 整个工程 各位可以看到 有的筹备助统人从接手 一直到现在十几年 他自己当时研究所毕业 现在他的儿子都念研究所 所以这绝对不是 靠个人的付出 是靠团队一起努力 所以我绝对不会说 我们在乱当 我们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全力以赴 战战尽尽 如履薄冰 因为我们是以市民为核心 以市民为主角 我们全力推动各项的市政 锦销也宣布三个愿景 希望打造台北成为安全之都 运动之都 及未来之都 首先在安全之都部分 锦销表示 台北在全球安全城市的排名 被评选为全球第四 而在交通局与警察局等单位的努力下 今年1月到11月的 行人交通事故 史上人数减少了30% 为了让台北真正成为 国际一流的安全之都 锦销也宣布 明年是台北市的交通安全联 要求原本五年的 行人安全友善计划 将加速在三年完成 我们除了这三个局处 铁三角以外 我们希望所有局处 大家动起来 我们除了行人友善的改善计划 从原本规划的五年 我要求加速三年完成 另一方面 我们也对于相关道路上 人行道路上的电感 耗制 我们要落地 要迁移 我们会阶段性的完成 所以这些 我们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说 明年就是交通安全 我们要打造安全的城市 接下来运动制度部分 在大巨弹成功举办棒球 押锦赛后 讲完宣布 明年将推动运动中心2.0计划 包括新生 克强 七虎 玉城等运动中心陆续动工 要让运动的基因向下扎根 今年我们有了大巨弹 我们顺利举办牙锦赛 接下来 我们持续会举办 各项大型的国际赛事 我们要让国际一流的选手 能够在台湾竞赛 跟我们国内优秀的选手 相互切磋 提升我们的运动竞技的技术 当然我们也希望 越国际越在地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 明年启动运动中心2.0计划 目前已经盘点 克强公园 新生公园 还有包括七虎 玉城 我们接下来打造运动城市 运动中心2.0计划 明年正式启动 在未来之都方面 讲完表示 他与市府团队自力打造台北 成为创业者友善城市 及人工智慧驱动的智慧城市 在台北教育政策白皮书的创新学 也推出全台首创的酷AI学习诊断系统 预计明年将成立的气电局 更会设立全台独创的国际发展科 来打造未来城市的双引擎 第一 我们要打造台北 成为创业家亚洲最友善的城市 Founder Friendly City 第二个引擎 我们要打造台北 成为以人工智慧为导向的智慧城市 AI Driven Smart City 所以当我跟这些国际主要城市的市长 州长会面的时候 也都特别跟他分享我们未来的计划 以及具体的合作项目 包括创业家任意通护照 未来我们的新创团队 跟这些主要城市可以共享新创基地 所以在明年起就会正式启动 另一方面 我们已经从即刻开始 在规划以人工智慧为导向的智慧城市 至于如何为这一年的执政成绩打分数 虽然施政满意度逐步上升到超过60% 不过蒋安强调不会以此为满意 他也认为分数应该由市民来打 我们从今年上任开始 施政满意度 从原本39% 百分之四十几 五十几 到今天 研好会最新的施政满意度 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五 原本六十八 六十五到六十八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持续努力 我们不会满于现状 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们会加倍努力 就像我讲 我们团队 一样保持着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心情 来看到市民的需求 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着想 就能抓准未来施政的方向 在展示第一年的成绩单后 蒋安表示 接下来三年台北队将全力充斥 努力打造台北成为安全运动与未来之都 为市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25万一次 25万两次 好25万成交 议长戴席清化身拍卖官 亲自拍卖市长蒋安安捐赠的中华队棒球衣 蓝色这件是王真志在大巨蛋开球的球衣 白色则是台北大巨蛋第一场亚锦赛球衣 上面都有蒋安安的签名 两件分别以5000元及1万元起标 在一阵热烈竞标后 最后两件球衣都各以25万元高价卖出 20万还有没有 25 终于追上我们另外一件的价格了 因为每四年的12月25号 其实都是我们台湾地方各议会 跟县市首长的就职纪念日 那为了让这样的一个就职纪念日 能够汇整更多的善心 然后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特别发起了这样的一个 二手衣慈善意卖的活动 那也非常开心得到很多议员们的 的响应 包括我们跨党派的各议员 不分年龄 大家都慷慨检朗捐出非常多的衣物 而且有很多都是全国知名的议员 所以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场 有这么多的民众也好 大家热心来参与 那更感谢媒体的报导 让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的确因为本来总共捐了320件 除了我跟万安市长两件拍卖的之外 其他我们粗估一下 估地的价格大概来到十几万 那因为万安市长两件就卖了50万 那我这两件也卖了25万 已经75万了所以这次会有机会可以逼近百万大关 也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能够回馈给更需要的团体 它是我们这次亚锦赛中韩大战 而且又是赢球的球衣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势在必行 一定要把它拍下来 可能会把它表框表起来放在公司吧 今天我有这个荣幸做这个上市 这一件我会把它留长者 也希望我们台湾越来越好 议长戴希青也捐出数十件二手衣 其中这件黑色潮牌外套 在现场拍出了15万元 戴希青说自己是五月天乐团的忠实歌迷 每次去演唱会就会穿这件潮牌外套 大概已经累计了十多场的演唱会 十万一次 张国班 东哥不错 感谢 为了想应这次十三二手衣的意卖 我特别捐出了跟了我很多年的 也是五月天主唱阿信 他所投资的一个潮牌的一个外套 那这件外套跟着我带着小孩 参加很多五月天的演唱会 对我来讲非常有值得珍贵的回忆 所以特别捐出来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来的贵宾们 用了15万的价格把它拍卖下来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善举 能够引发大家更多的善心 来支持需要回馈的团体或个人 这两件只是其中两件 因为一届卖了15万 一届卖了10万 另外我还捐了数十件的 包括外套衬衫等等的 大概整个衣架那边捐的数量是最多的 那也特别感谢我们外套市长也捐了两件 我们亚锦赛的一个棒球应援团的球衣 那这两件球衣也各卖的25万 也捐了50万 那得了这样的善款 我们会捐给需要的慈善团体 今天不下架 上架二手衣 为了庆祝议员就职周年 台北市议会在议长戴喜亲的号召下 首度举办议员二手衣爱心意脉活动 跨党派议员都纷纷捐出二手衣 就连在冲刺立委选战的议员 也抽空参加爱心不落人后 大家各自宣传一下 因为今天是跨党派的 可是我们今天的采访通知有上面写说 今天不下架任何人 今天只上架二手衣做工艺好不好 因为那个五件衣服都是我太太的衣服 那跟大家报告 我们家的卧室是这样 那个女生的衣柜永远是不够用的 挑了五件 她很喜欢 但是现在可能穿不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太胖的关系还是怎样 变上我最红的手 所以 就给她回家吧 为了想应我们一长 这有没有特别的活动 她凌晨三点还打电话给我 凌晨三点 所以凌晨三点 而且我很确认她是七十的 打电话问我说 今天可以带什么样的衣服 所以我就 接着她电话之后我也睡不着了 我就开始把衣柜里面翻一翻 我找到我最买最贵的件衣服 不过陈佑晨说 他觉得这衣服很漂亮 所以我就跟医员请交价 给陈佑晨跟民众长来交给 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白了 老大小 如果穿起来不合身 那就干掉了 我去年因为选举瘦了15公斤 所以所有的衣服 连我拿去给人家修改 那个裤子拿去给人家修改 修改衣服的那个老师都说 你这不要修了 差三个尺寸不要修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去年就 前一阵就重新替换了一批的衣服 但我可能又快要替换一批衣服了 因为我现在又变胖了 所以我的衣服都是因为变胖变瘦变胖变瘦 那为了让大家看一下 这件衣服穿起来是什么样子 也为了让我自己保佑 最后我一次穿这件T恤 抖掉 抖掉 弯带 弯带 好 T恤我非常喜欢 25号拍卖会当天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与林一华 也率市府各局处首长到议会共享盛举 让拍卖会现场热闹非凡 累计至25号中午就卖出88万元 募得款项将捐给台北市市青儿福利基金会 记者林一华台北报道 迈入第17届的PayPal公民新闻奖深受各界肯定 今年共有199件作品报名成功 分成短片报道、新闻专题及学生、社会四个组 共颁发20个奖项 作品题材涵盖生态环保、社会关怀、教育学习、劳动权益及文化传承等议题 从生活出发说在地故事 会想做这个议题首先是天气热 其实就是非常生活周遭的一个题目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找受访者 然后找了有营造业的工人 然后还有外送员跟医生这三个 然后就做成了这则报道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则报道 然后让大家关心到这种高温下的劳工权益的议题 真的很惊讶体会得奖 因为我其实不是 我的影片没有说到非常专业 然后我也不是就是真的新闻系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PayPal公民新闻奖 就是愿意给我这样 不是专业科系的人 可是又有想报道的东西 给我这个肯定 我觉得就是 就是真的蛮感动的 对我就说过很多 因为像是你不是专业科系出来的 我们顶多就是接触到文字报道 就是可能5W这种东西的 可是就是影音新闻它跟文字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就是会教你SOT它那个骑程转合要怎么去接 搭新闻价值这样 因为公园是每个人都会去 包括我自己也会去 那所以在那个公园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再加上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在这个台北市的文山社区大学 有在这个上一些课程 所以呢就了解了这个议题 在那个过程 其实我可以体会那些志工 他们都是无怨无悔的 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参与这个就是采访的过程 那了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手作 为什么叫手作不到 它就是要靠人的手去搬运 然后去把它堆叠起来 然后要去用脚去把它踩踏 看它是不是实际上是很稳的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复杂的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我觉得自己收获最多 那以后自己在公园里面走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会帮助我去理解这个环境 其实它是来自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默默的付出 新闻专题组同样展现公民记者 关怀在地与环境生态的精神 作品传达出有别于主流媒体的视角 让人看见公民新闻的价值 记录到台江大道上那只刚被陆杀的母龟 那只母龟它已经长27公分 他就是为了要上来产软 所以他就爬到路上 然后就被陆杀 那那个时候软黄其实已经散落一地 非常的 非常惨烈的一个现场 那在现场其实 身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 拍到画面 原本应该要很高兴 因为我有画面可以放在我的作品里面 可是其实我现场真的是难过到 快说不出话来就 其实我觉得公民记者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他是在关注主流媒体 平常比较不会关注到的议题 因为媒体的中心大多都在北部 可能只有几个派在各县市的记者 那会去跑在地的议题 那公民记者分散在各处 他们也像是各个触角一样 会去接触到在地的议题 那就可以让这些议题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那这里面的议题 我们到底要去怎么去平衡这个 就是游客的岛上的一些 人民的经济命脉 游客的人数要多少 那当地的游民要怎么样生活去共存 公民记者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不会单单只是去说 踏个景点照相吃个东西 那其实我们去那边都是有一些 要做深入议题的探讨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更宽 更广 更深入 它里面去游玩不只是游玩 那也可以一边游玩 那跟着大家一起去吃地方美食 然后去探讨地方议题 那回到家呢 又可以把整个活动的记录下来 把它写成影片 让大家来知道你去过什么地方 那你要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典礼中还特别颁发感谢奖 给两位长期在平台耕耘 展现热情的公民记者 用镜头记录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也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有一次很感动的是我们去台南 台南有一场踹拍 就是一群志工用那个稻草 插在那个沙土上面去护国土 我才知道 哇 原来会有一群人为了国土 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你会注意到不一样的那个 不一样 就是你会对社区会关怀 你走到哪里你都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好像也可以拍这样子 那自己的成长就是你从不会电脑 到你会剪接 你会去编辑这个故事 这样子让我的老年生活 现在因为我已经68岁了 让我的老年生活就是变得比较精彩 2007年PayPal公民新闻平台成立以来 已累积超过一万两千名记者 平台上的报道更多达一万八千多则 公事基金会董事长胡元辉表示 公民新闻是非常可贵的资产 让公民发声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 就是我们继续关心 我们持久关心的战地事务也好 公民议题也好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公民新闻 非常可贵的一个资产 也就是我们有我们恒常的关心 这些东西不一定随着主流媒体的波动 而影响我们的关心 但另外一方面 当然因为我们都是公民 所以我们对于重大的社会议题 或者是重要的像选举事件 其实我知道大家也都是很关心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作品 可能也从不同的角度来深入 来去探讨或报道有关选举的中国面向 其实这个非常可贵 我们也很希望美会公民对于国家重大的发展 都能够在您的角度 或者您周遭的这些公民的心声里面 秉持服务在地理念 制播优质地方新闻的中加宽评 也赞助本届PayPal公民新闻奖 期望借由在地扎根向外发声 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新闻视野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导 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 今年来台的国际旅客人数约600万人次 创下一核新高 其中约有两成是穆斯林旅客 观传局持续办理穆斯林友善环境辅导 特别和便利商店合作 首创在北市热门景点商圈 与交通枢纽周边 如台北101国富经典馆台北车站等 共八间店铺设置穆斯林友善商品专区 让穆斯林旅客与景点游览时 究竟选购友善商品 来的客人他们就是说 要找到这样子那个哈辣的餐 那个餐饮这些的话 就是也是比较不方便的 如果在这边101这边提供的话 让游客这些很容易的 可以就是吃到哈辣的东西这样子 平常的话就是在外面来讲的话 要找到这个穆斯林的产品的话 是只有找素食 大部分会找素食去吃这样子 也是要找它的成分 要看那个成分 看成分就是说 有没有这个不是哈辣的东西 就是穆斯林可以吃的 这个成分的东西 要看这些 像我们买面包啊 也是会就是要看一下它的成分 大部分会就会选择一些 比较就是说 全素的或是淡奶素的东西去吃 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 还是有一些疑虑 就是说怕有一些东西碰到一些 穆斯林不能吃的东西这样子 这个商品专区里面的 不管是点心饮品甚至泡面等等 它都是经过我们中国回教协会啊 来严厉的检验跟检视 相关的成分都符合我们的教育要求 所以我们在友善穆斯林的环境部分啊 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我在这里也要再次的感谢我们全家便利商店 首先来响应 并且除了目前推出这八个店之外呢 后面还会继续大力的来推出其他的店 那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全家便利商店 当然也要跟各位在场的好朋友们 穆斯林好朋友们来这个报告 就希望大家我们这个便利商店的 友善商品专区推出只是一个起点 未来会继续来努力 所以请大家来告诉在国外的亲友 台北市政府在友善穆斯林环境部分的 努力跟用心 所以欢迎大家能够邀请亲友到台北来旅游 那我想台北市政府也会在各位的这个 支持跟鼓励之下 持续来发展各个景点 让穆斯林友善环境在台北更加的普及 国际旅客在今年 在台湾这边的一个国际旅客里面 应该超过大概有两成的部分 会是在我们的穆斯林的一些朋友们 那台北市观安局其实在近年 一直在推动穆斯林友善的环境 那也在这个友善环境的过程里面 也让台北市的这一个 不管是设施景点 还是在旅馆的这一个数量 它是在全台湾的第一名 那所以我们在全家边商店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贴近在我们消费生活通路里面 最贴近现场的一个打造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 那穆斯林的这一个专区里面 其实我们这一次总共有八个点 那在这一个商品里面 我们结合在台湾目前超过十个那个厂商的一个部分的一些商品 那希望这样的打造出来 至少目前有50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可以提供给我们穆斯林朋友 有更安全安心的这样的一个 那个吃的饮食上面的一个保证 观众局持续推动穆斯林友善环境辅导 今年首度获国际之秘穆斯林旅游推广公司 新月平等颁发最有潜力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城市奖 可见国际对北市推动穆斯林友善环境成果的肯定 台北市也是最早举办大型开灾节活动的 我们今年的开灾节活动办的也是全国最大的 那我们期待全国的穆斯林朋友 在台湾的穆斯林朋友都可以到台北来参加开灾节活动 我们明年依旧会继续来扩大办理 那我们在今年得到新月平等 也就是最有潜力的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奖 非非伊斯兰组织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奖项可以说是台湾首次来获得 那当然这样也是因为我们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国际对我们穆斯林友善环境 努力成果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当然这是一个起点 我们会持续的努力精进 让这些点位能够更多 包括便利商店 包括旅游 包括景点等等的 我们都会全面来落实穆斯林友善环境 期待台北市成为 不只是台湾的典范 也成为全世界非穆斯林地区的 非伊斯兰地区 或穆斯林地区的一个典范 这次参与穆斯林购物专区的便利商店 在中国回教协会的指导下 每项商品主义认证 提供穆斯林朋友食品安心的保证 未来也希望扩大商品数量 期待更多厂商 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加入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是许多民众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不过小心可能暗藏反式脂肪 危害心血管健康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早餐店 咖啡店以及超市等 24件油脂类产品 结果发现一件美乃滋沙拉 一件白沙拉 减出反式脂肪酸含量 唯一实际数值标示 一件厚奶精标示不实 被验出含有反式脂肪酸 那这次检验的24件油脂类产品 包括8件奶精 8件沙拉 6件奶油 以及1件脂肪抹酱 跟1件的发泡酸用脂 检验15项的反式脂肪酸含量 并进行标示符合性查核 结果有一件的美乃滋沙拉 一件白沙拉 减出反式脂肪酸含量 超过标示允许的误差范围 没有依照实际的数值进行标示 一件厚奶精外包装标示 宣称不含反式脂肪酸 但是该产品减出每百毫升 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 得计超过0.75公克 依法不得宣称不含反式脂肪酸 那案内产品经追查 厚奶精来源属于本市 已经依法处办 另外两件沙拉产品属于外线市 已请当地的卫生局依全责处办 那依据包装食品营养标示 应遵行事项 食品需于包装容器外表明显处 以表格方式标示脂肪 饱和脂肪或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或反式脂肪酸含量 其允许的误差范围是 卫生局说明反式脂肪来源有天然人工 而卫福部更规定食品中不得使用不完全氢化油 那反式脂肪的来源有天然跟人工 前者存在于牛脂的反除动物中 后者则因油脂精致高温制成当中产生微量的反式脂肪或来自氢化植物油 其氢化的目的是为了要增加油脂的稳定度 使油脂更加耐高温 但如果制成当中氢化不完全 就会产生危害心血管健康的反式脂肪 卫生局在此提醒市民业者 为维护国民健康 卫生福利部公告自107年7月1日起制造的食品中 不得使用不完全氢化油 为者将亦违反市民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8条 命期限期改正 既期不改正就可处3万到300万元的发盘 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 购买时不妨多留意营养标示中 反式脂肪的含量 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社交平台上经营自媒体 分享省钱旅游美食 方林24岁的李小姐 毕业于长根科大化妆品应用系 刚录取业务行政助理一职 月薪三万多元 但她希望透过经营自媒体 开发额外稳定的被动收入 正常的工作其实我会做一些case 就是像皮肤的护肤啊 或是脸部保养 那兼职的话呢 我会从一开始 我是从简单的活动企划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办活动的人 那从这些的活动企划里面 其实学习到很多精髓 如果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品质的话 可能我的兼职要再加重 或是说我要再更想办法的去写杠 把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更好 社会新鲜人郑小姐 在校期间就读特教系 曾经在连锁幼儿园担任助教 薪水约三万三千元 没想到每天都在打扫教室 只做一个月就主动离职 目前她跟着彩妆团队学习 期盼未来可以成立个人工作室 我会选择兼职 是因为我觉得兼职对我来说 比较有更多的弹性时间 因为其实我的梦想是想要 就是从事一个创业的财妆梦 就是我想要成立一个 个人的工作室这样子 但我觉得说 就是如果我从事一个正职的工作的话 就是我基本上大多数的时间 都会被绑在那个工作里面 那我就没有额外的时间 可以去做多余的学习 那我觉得就是从事兼职的工作 就是可以多一份收入 那基本上就是也可以有多余的时间 去从事我的梦想这样子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2023年新鲜人平均薪资为 31,452元 已经占上3万元的大关 但在物价非常压力下 新鲜人的薪资期待值 也跟着拉高到38,322元 因此有高达七成的新鲜人 对调高基本工资表示无感 更有五成新鲜人 想要兼职多赚点钱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社会新鲜人他们的平均薪水 来到了31,452元 虽然看起来已经摆脱了基本工资的门槛 但是大学生对于自己的薪资 还是不太满意的 因为他们的期望值 期待薪资是38,322元 两者相差了6,870元 那其中哪一些学群毕业的学生 他们的起薪是比较高的呢 我们答案发现 资讯学群毕业的学生 他们的平均月薪可以来到39,032元 而排名第二的呢则是金融学群 可以来到38,570元 那至于前一阵子 三读通过的基本工资 最低工资法 现在的新鲜人 他们对于这个法案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们觉得调整基本工资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有七成的新鲜人 他们对于调高基本工资是无感的 那之所以无感 44%的人表示 其实物价通膨居高不下 等于物价的涨幅已经吃掉了薪水的涨幅 因此他们觉得很无感 那另外呢 有26%的上班族 他们是表示说 其实自己的薪资已经高于基本工资了 所以就算基本工资调涨 也涨不到他的薪水 因此调高基本工资 对他们来说是很无感的 可能物价通膨的关系 让现在的新鲜人觉得薪水不够用 因此呢 我们调查发现 有将近五成的现在新鲜人 他们是愿意从事兼职工作的哦 那其中有44%的人 他们是希望同时拥有正职跟兼差 那另外呢 有5%的人 他们是希望只从事兼差的工作 不要再做正职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想要兼差的目的 其实主要最大的原因 就是要帮自己多赚点钱 再来呢 则是正职的薪水不够用 第三呢 是希望可以拥有弹性工时 调查也显示毕业半年已经有七成七的新鲜人 投入职场就业 平均要投递十一份履历 面试四次 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顺利就业 尽管找到工作不容易 却有近三成新鲜人 毕业不到半年就已经转职 原因包括有更好的工作 不满意薪资 以及工作没有成就感等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开业近五十年的米谷两行 透过更名定位与强化特色 擦亮形象再造空间 台北市政府辅导在地潜力店家 透过创新形态营运模式 联合传统历史与当代创意 激发店家独有魅力 迪化街成功 必须要一半的功劳给商业处 这是事实 我们是不是给他鼓励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迪化街在 我想适者就非常清楚 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南北货一直往下降 电租一直往下降 后来因为造起来之后 加上一些活动举办 尤其年货大街或其他的 造起来文创进入之后 整个迪化街房租就涨了 我想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想顾问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希望它造成繁荣 那繁荣哪有可能 房租不长的 不可能 这个就是商业处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支持 我们台北市的造起来 那刚才听了主持人讲的 171家 非常的不简单 感谢您 感谢各位 各位 感谢您 感谢您 我们台北市商业产业会 分布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里面 我们现在有53个理事长在里面 我们希望是打造一个优质的平台 跟工部门做一个对接 那我们也积极的参与 店家造起来 我想这个天理都知道 我们非常支持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 引进各位的idea 进入我们的商圈 进入我们的店家 让我们的商圈店家 能够 比现在更好 疫情之后 我想慢慢在改变当中 消费配比也在改变当中 只要是你是民生必需品 现在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那非民生必需品 还是有机会 那只要遭做改变的话 都会影响繁荣的未来 23家行店 日前在大道城创意展秀 透过师傅的再造计划 翻转品牌成就形象 行速台北街景特色 也有不少店家薛食整合 线上线下行销并行 日历风湖就来到了万华 他们家的特色是 每个礼拜都有同产 米新鲜吃送的米 所以他们家的米是最新鲜的 他们也想要米要吃新鲜的才好吃 所以我们说他们是这个 万华岛街坊的鲜米仓 那原本叫一峰香号 日历风也一样注册不了商标 所以新的名字叫日历风河 把历风两个字都在中间 那我们保留他们很珍惜的 这个老的招牌 原来这个新一代新鲜的 武器打牌也曾经在这边看到的结婚草 我们把老招牌保留下来了 我知道在过程中我们先了解 在招牌的精神是要做什么 接下来在了解过程之后 那我们店家里面的特色跟营造 以及怎么让我们店家里面的整个经营的团队 包含我们的里面的所有的成员 要取得共识 把我们的特色做一个呈现 那当然这中间也需要我们团队这边的持续一个辅导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都知道台北市是一个商业发展为主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产业其实是三级产业为主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财政部的资料 百分之76的店家 百分之76的一个登记 其实都是我们三级产业的一个店家 那营收呢升级达到八成以上都是我们三级产业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跟三级息息相关的 不管是我们的零售或是餐饮 在今年的一个成绩 其实都已经超越了往年的疫情前的一个成绩 不管是营收等等 这些都是有赖于我们各个产业 跟我们团队跟我们相关的店家共同的努力 才有这个成绩 那这边呢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共同的一个参与 那我们知道在一起来 造起来计划的目的呢 是希望说思考我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店家 不管是我们的产业的 或者是说我们的美食的也好 那他在整个好的一个产品之外 还需要有更多更多步道转型的问题的时候 需要有大家的一个帮忙 所以才有造起来这个计划的一个产生 那也就是我们想要的从点线面串联起来 刚刚提到这些成绩 其实在造是针对点的部分 是最重要的重重之重 那另外在商圈的辅导呢 我们也透过不同的一个活动 以我们迪化街来讲 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 已经经过多年来 我们已经打下一个很重要基础的年货大街 另外我们也透过补助案 也让商圈营造不同的一个补助的成绩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来帮忙我们各店家努力的各个方向 以在造的过程 把我们店家里面怎么把体验这个作为纳进去 以我们迪化街这个我看了一下资料 我们的麻油的一个谷铺 李久英 其实它本身有好的一个麻油的油油品 那我们除了是各个面向的一个辅导之外 特别把这个体验的部分给大家融入进去 怎么去打油 这个动作其实就让我们回去小时候 只要厨房这边听到一个声音去打油 那我们就知道要去拿一个油品到油店里面去打油 这都是我们儿时的一个记忆 但是呢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那未来呢也这些都是体验型之后呢 那另外也增加更多更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行销类别 这就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未来呢我们造起来这个计划 因为持续来推动 有来与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推动 台北造起来计划至今福到171个店家 以大道成传统老店为起点 逐步扩散至万华区 带动街区发展 改造从城市记忆 人文美感的创意装点和互动设计 彼此串联成有趣的油城 扩散观光效应 新起动 台北造起来最高成功 圆满成功 记者旺郡台北报道 各案青少女就诊时致数无感冒症状体温正常 但经医师问诊发现 最近不时会觉得头晕疲倦 还因为起床的时候跌倒去照过X光片 身体检查发现患者脸色苍白 结膜较无血色 头发干燥且略微稀疏 临床上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严重时甚至会有心搏过速和心脏衰竭的表现 不容忽视 那他也自己觉得说最近他调法的情形又比较明显 那我们临床上是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所以就帮他安排抽血检查 那抽血的结果就是发现说 他的血色素就是确实是比较低下 而且他的红血球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他就是小血球的贫血 那我们进一步就是 因为有怀疑是不是缺贫造成的 所以帮他验了铁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发现他确实是血清铁下降 全铁结果的能力上升 还有血清的铁蛋白也是下降的 那这些检验结果呢 都是确定就是他有一个缺贫性瓶血的问题 那我们在卫教之后就给他扣服铁剂的治疗 那瓶血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 包含头晕疲倦 颜色苍板缺乏活力等 那他们也会有这个运动不耐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运动的时候 比较容易呼吸急促 然后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 那比较严重的瓶血患者 甚至会有心脖过速 还有心脏衰竭的表现 那瓶血的治疗方面 就是因为瓶血的原因很多 最重要的是说找出他造成他瓶血的原因 那瓶血针对这个原因治疗 才能够真的改善他瓶血的问题 那以我们这个患者的缺贫性瓶血为例 那造成缺贫性瓶血的原因呢 大概有这些 那我们大约有2%的青春期少女呢 会因为青春期的生长 急速生长 还有他们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 而有缺贫性瓶血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饮食中的铁色菊不足 肠胃道或是整体的其他部位有出血 那又或者是说他有铁质吸收不良 以及肠胃道的其他疾病 都有可能会造成他有缺贫性瓶血的问题 那缺贫性瓶血要怎么诊断呢 医师会根据病史询问理学检查 然后搭配我们抽血的结果就可以确定诊断 那并且可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 那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缺贫性瓶血之前 就是说在补充铁剂之前呢 希望能够尽可能把缺贫的原因找出来 并且将它处理好 那举例来讲呢 就是像是如果是有潜在肠胃道出血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分辨的浅血反应来做一个筛检 那如果说确定分辨前些反应为阳性 那可能就要查一查 它有没有像是比如说胃溃疡啊 或是痔疮等等 有肠胃道出血的一些可能 那针对一些像是 有在刻意做节食那些饮食控制的人 又或者是说比较不喜欢吃肉类 然后导致说它饮食中有可能 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跟它进行胃教 帮它进行饮食调整 来改善铁摄取不足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有一些月进量 出血量比较大的女生呢 就是可能会建议她安排一些复刻检查 排除一些像是子宫肌油等等的 可能造成的原因 那把这些原因排除后 再补充铁肌 才能够真的改善患者的一个 瓶血的问题 瓶血治疗最重要的是 找出造成瓶血的原因 并且针对原因治疗 以缺铁性瓶血为例 可能和少女青春期的急速生长 和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有关 其他包含饮食中铁摄取不足 肠胃道或身体其他部位出血 铁质吸收不良 或其他肠胃道疾病 都是可能的原因 那缺铁性瓶血的治疗 如果是没有其他特别原因的话 我们是以口服的铁剂为首选 那在补充几个月的铁剂之后呢 这些指数都可以慢慢回到正常 但是即使这些指数都回到正常了 还是要再补充铁剂大概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把身体铁的库存给补足 不会又再立刻又再面临到缺铁的问题 那口服铁剂可能的不良反应 包含了恶心腹痛 便秘等等的肠胃道症状 所以如果有发生这些情况呢 就是患者就是 就不要自行中断 要跟医师讨论一下 看有没有改药或是其他的方法 免得说它的缺铁性冰血又持续恶化 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那最后提醒大家就是 缺铁 缺乏铁元素这个问题呢 如果对于发育中的婴儿跟青少年呢 其实是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的 那我们针对一些铁 日常生活中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会建议他们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的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以补充生活中的铁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你在生活上发现说 你的小朋友或是朋友 亲人的小孩 有那种疑似平息的症状的话 那我们就是建议尽早评估 就医 然后以免延误他们的治疗 缺铁对于还在发育中的婴儿和青少年 也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 医师建议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食物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来增加日常生活铁的补充 如有出现疑似平血症状的患者 尽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计防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诅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市长谢果良的父亲谢修平在24号凌晨病逝 因此市长就职满周年记者会 改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 记者会议开始 副市长邱佩玲说 她的父亲与市长的父亲谢修平 两家有着深厚的情谊 对于市长父亲谢修平的离世 她以沉重的心情表达相当不舍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医院市长的父亲 所以他今天不能出席这个会议 那对我来说 我要来出席 其实我也 我刚才跟志明说 其实我也很难过 是因为谢修平主席 跟我父亲是两代的好友 他在当民伯73年 我父亲到省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省议员 就不断地帮基隆争取很多的预算 我昨天回去还调了资料 跟我父亲有很多的互动 协助基隆的建设 后来谢下省议员以后 当了省府的顾问 也不断地在基隆 努力地帮他争取更多的福利 到后来我父亲到考试院 需要国大代表的支持 那时候谢主席是国大代表 我看到资料 父亲还亲自来拜访他 两家有非常深的渊源 他跟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今天心情是非常复杂 我必须要讲出 市长在这一年 这么的努力带领我们的团队 他心中在想什么 他做了什么 但是也同时间 对我们以前的大家长 过去在帮基隆争取 而感到不舍 记者会中 副市长也带领社会处 环保局 交通处跟纵发处的处长与科长 说明一年来的施政重点 同时市府团队也积极引进外部资源 一起来打造有爱城市 市长很希望用企业的力量 跟基隆来结合 共融共好 所以我们起初有做了一个 爱三路的地下人行道的任养 在包括那个城隍庙旁边的 Lessus的后车亭 那我们明天会有元大银行的后车亭 后续还会有烟酒公卖局的 还有一个是台续的 还有一个是新宇航空的 再加上国泰市华任养城隍庙旁边的地下人行道 我们希望企业用他们的力量来认同基隆 同时间他们的美学也可以让基隆变得更漂亮 副市长也提到让他很感动的是 市长上任后积极以友爱和同理心 来进行各项市政活动 我们讲举例了 像我们在地下人行道的任养 我们所有的友善空间 是我们第一个考量的 每一个都会说我们要 隔一个友善空间给行人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今年的跨年的演唱会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记得我第一年来的时候 我在台上是下着雨 但今年我觉得体育场可以充满了快五千个人 线上直播看的人有两千五百个人 有七千多个人快一万个人 可以看到基隆的欢乐 那甚至我看到媒体有说 有一位八几岁老太太 她这一辈子没有看过演唱会 她能够来看 那我觉得把这种我们过去可以常看到的 让基隆所有曾经没有用过的人 他们可以分享到 我觉得是市长最大的心愿 市长谢果良以小市民小爱爸爸的视角出发 在过去一年的施政 像是礼让行人 干净家园 室内儿童乐园 城市美学 逐步将基隆带向以城市为家 视市民为家人的友爱城市 未来基隆预计会有港景乐园的落成 与引进国外课程到基隆 鼓励学童在地升学等新镇 副市长邱佩玲说感恩这一年来市民朋友的支持 市府团队会持续用满满的爱来填满基隆各项硬体建设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巴斗高中圆明班的表演带动全场气氛 而战鼓舍的演出也不遑多浪 这是巴斗高中年度全校师生的圣诞节活动 而国际福轮3490地区 基隆分区 包括基隆东区 基隆 基隆东南 新北北海岸 基隆南区 基隆永昌 基隆西北 基隆中区 新北瑞芳在内的九个福轮社 也特地在活动当天 总共集资30万元捐赠给巴斗高中 由校长许文章代表收下 当作巴斗高中教育储蓄户辅助金 除了和师生们同乐之外 也发挥爱心帮助弱势学生 我们希望这个阶段的同学 都可以不用担心金钱 可以无忧无虑的上课就学 然后未来呢 不论是在升学或是就业的路上 都可以学以之用 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 然后有能力之后 也希望我们可以回归社会 就如同我们今年度国际无论的口号 不为贵人为世界创造希望 今天我们帮助你们 以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帮助别人 创造爱的循环 我们安董来这边 做善事 当大家的贵人为各位创造希望 以后你们长大了 有能力之后 也一样的 回归给学校的学生 回归给社会 创造善的循环 继续当别人的贵人 各位同学 未来在你们的人生的旅途上 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机会 以及这样的一个能力 一起来回归社会 我想社会上因为有爱 才会更温暖 今天天气很冷 但是我相信 大家的爱心 绝对会温暖每个人的心 各社尤其我们也是在 助理总监的这个 这个帮忙之下 大家能够支持这个 所谓的教育主席部的 这个建筑活动 那么我们要建筑帮助 是帮助什么 帮助让我们的学生 更专心的学习 不要受这些旁路来受阻碍 八斗高中非常感谢 福伦社社友们的爱心 强调会专款专用 作为家庭突然发生疾难变故 或是家境侵寒的学生使用 从国中到高中 有六个年段 有四百五十几个学生 那其中我们 这个学生有 一百四多位是原名生 有六十多位是属于 中低收入的学生 当然也有二十几位是属于 所谓的外影 我们的新著名的学生 所以我们的比例是相当的高 那我们每一年 每一年的这个需要 在教育储蓄部 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资助 我们大概一个学期 大概有三十六万左右 要需需求的三十六万 所以一年大概有七十几万 不管可能是在生活上 也可能是在学业上的一些 经济上的需求 或者是家里突兆面部需求 那我们学校会利用 这个教育储蓄部的金额 来资助他 所以这一名金额 绝对会是用专盘专用 是用在需求的学生 八斗高中学生们 也用圣诞节表演 来感谢福伦社友们 这群贵人 也呼应今年度 国际福伦的口号 互为贵人 为世界创造希望 希望未来自己 有所成就时 也能够回馈社会 互为贵人 创造希望 二三二四 全帝一步 人工团队 使命必要 耶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营养化碳重结者NACO奖提醒您 无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AC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龙拥热 内政部警政组关心您